有没有特别是赢给谁啊 然后我就说 你现在是要来找 来寻找初恋 该不会等一下 一个转角 我的初恋就出现在那边 可是那种寻人答案这样子 不过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蛮有回忆的 不过在拍摄翻飞的时候 也是有不美好的回忆 因为随着 我觉得人是这样子嘛 人越来越大 那个大就越来越小 然后就玩一些那种旋转旋转的 那些秋千的时候 结果一上去了过后呢 那个本来上去的时候 拿着个GoPro嘛 是很开心的 就是哇 现在我要上去 哇 怎么要转 结果转到地中间的时候 快点停快点停 我要吐了 我要吐了 我真的要吐了 我不可以了 结果他们是把整段 都直接录下来 这样子在那个地方 就比较真实的一个床线 是 其实很真实的呈现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主题 比如说回到我们小时候 可能80年代住的 那个祖母区 然后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的玩意儿 比如说 可能有些记者朋友 应该大家都没有经过了啦 大家都很年纪 这样我要问一下丽婷 比如说打独立啊 因为丽婷我看到你的Insta Story 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你就是有去拍是一个 不懂在哪一个岛的一个寄宫游行 也是这样 因为你就是教滴滴跟女生嘛 对不对 那第一次就是跟拍类似这样的一个游行 因为游行不容易耶 然后因为我们好像我们起航要拍的话 你可能要整天浪费时间 又晒 可能你糟啦 又有狼狗啦 看到你这样美哦 那其实情况是怎样的 我觉得是很刺激 因为讲到那个游行器 它是一个游神 他们就是要出海在四更庄 然后你在海上跟着他们 又下大雨这样子 淋雨这样子飞船过去 冲着那个大浪 把那个名指不断地撒到海里 因为这是他们当地大概有超过一百年 历史的一个游神活动 那他们就是要祈求一年当中风调雨顺 他们出海的时候都有很好的游货 就是大家都有温饱 那我去呢 我其实是一半是凑热闹 因为我第一次出海 而且那时候那个小插曲 就是我们本来有要那个救生衣 救生衣在另外一条船 我们这条就开走了 所以其实是蛮害怕的 但是又很好玩 因为都跟水有关嘛 然后有看到小朋友跟老人家 还有中年的青年 一起去很虔诚的 做这个仪式 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 我们家那种游神呢 是我不知道你们有经历过 就是他会循接 然后呢有花灯 经过你的家的时候 他还会泡糖果 然后你就伸手去接 好像受到祝福这样 那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也确实没有什么 电影院也不普遍啊也贵啊 所以这个游神啊 这种庙会的活动就是我们聚在一起 就是找同学 甚至吃好料的一个最好的时光 所以我觉得那个体验是又很新奇 又勾起我很多回忆这样子 这我想问你一下 因为其实外景的节目嘛 这个属于不对 那么你以前就是可能有组织过就是 叫什么寻找天使 寻找天使 这个会不会比较难呢 因为我看你们拍摄时间也是蛮长的 其实都一样难 因为女生最在意就是雀斑会起 可是如果没有阳光就不美 所以呢 我们都会趁有太阳最大的时候 最漂亮的时候去晒 然后去取景 不过这个还好啊 因为还是值得 因为这一次的拍摄 拍摄很独特 以前我们做这一种节目 我们都讲别人的故事嘛 这一次我们可以讲自己的故事 和自己的感受 而且那个没有分对错 任你讲 所以那个感受真的很强烈 很真实啊 比如说你讲说 若果古庙游神 那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因为也是一样 我小时候就是杰力人嘛 那我们就会去参与这个若果古庙游神 然后我爸爸就是其中一个扮演 因为他会有像有巴仙 扮成一些神明啊 李静啊 铁塔那些之类的 然后就 我就有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愿望 就是哎 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然后我就开始去扮小兵 然后走在街上的时候 去分堂果之类的 然后后来也有加入了一些 比如说五龙队啊 大头娃娃的一些表演 那个时候我在中学时期的时候 很难忘很故意 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就是我们 那时候最大的舞台 很像我们是表演的其中一个团队 还挺帅的 然后很多的 秦鹏 基本上哦 如果古庙游神就是给你觉得说 你可以遇到中学大学小时候的朋友 总之你所认识的人都会在那边所遇上 可是过后就因为成了巴兔空间主持人 那也以巴兔空间主持人的身份 在巴兔空间的花车上回到去 可是这一次就再一次的回归到以表演者的身份 那我们也再次的回到去大头娃娃的队伍 然后也全程再回去训练怎么样跳 然后全程大概七公里的路程呢 都一起来参与 我就觉得说找回了当初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回忆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找回初心概念也是有讲到 因为我觉得现在有时候每一天工作很努力 一直想到工作 有时候有时候努力也会是一种病来的 因为当你把努力变成目标的时候 你就是一直想要冲冲冲冲冲冲 可是你知道当你回到那一个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 你会整个人会沉溺然后开始重新思考 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在拍视节目当下 感听到别人的故事 也让我们自己去有一个机会 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部分 嗯 然后就看起来其实你的节目是蛮热闹的 就是可能看那个画面 还有一些故事 是 比如说其中一间在本东的漫画书店 那我知道可能一些女生小时候很想租一些小说 那我们男生就喜欢租一些漫画 然后其实去虽然它是一间普通的漫画店 可是我相信现在在城市 基本上你是很难找的 而且那边是全 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看的漫画 全套喔 一到三十本它是全部都有 那种女生的小说 那种爱情小说 那种 那自己的天马仙空的那种 没有 刚好你看住我 哈哈哈 OK 就我觉得哇很难得可以找得到这么多 可是我们去了解 这个故事过后呢 就才发现里面带有一些淡淡的优想 为什么 因为其实那一间漫画店是老 现在的这个老板的弟弟的漫画店 那他的弟弟本身就因为一些 呃 个人的因素 然后过世了 然后现在老板就觉得说 他想要继承弟们的一些愿望 是 就把这间店继续的去经营 其实老板也蛮老的 可是他就觉得说他 他这是他弟弟 他能够为他弟弟所付出的一些些东西 然后因为老板是漫画店的这个 这个漫画店老板的身份 然后也是有很多租客 甚至从小时候租 到大了的时候呢 还在租 甚至呢 带自己的孩子们来租漫画看 可是他有分享一个故事 他就有说 呃 他在这边的这个老板的身份呢 就好像每一个人的家长一样 看着他们的成长过程 看着他们人生的变化 甚至呢 其中一次呢 是 有一位租书客 他没有来还书了 他找了他的家人来还书 然后老板过后才发现 为什么他没有来还书呢 是你来还 然后 那个人才跟他说 哦 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是 然后 老板听到的时候 他当下就会觉得说 他没有想到一个租书客 租那几毛钱的书 在他自己过世之前 都还想着他 诶 老板的书要拿去还 是 所以那个老板有分享 他当下的心情 他觉得是很很伤感的 他看着人家从小长大 然后甚至看着人家离开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淡淡的忧伤的故事 如果你说到伤感的话 其实说回起航 就是说 可能在拍摄每一集的时候 我都有那种感觉 因为其实在晚上的时候 真的是很难睡 除了你是在国外之外呢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每一次拍摄 比如说你讲那个床城 就是可能他哥哥留给他孩子 老实说 如果我们说到床城工作 其实中国和马来西亚呢 面对东西都是一样的 老实说 因为中国可能他面对了 这个发展的成绩 那马来西亚呢 可能就比如说 说一个游诚 你可以看到的 很多的就是叔叔 歌在可能就是参加游行 扛这一关的这些轿子等等的 年轻人很少 那有些年轻人呢 就是我拍摄了几个主题呢 他们都说是父亲亲死的 其实老实说 你会觉得 有一点就是 sa gift 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传统文化 我们人人都在说 我们要保持我们要传承 可是并不是很多人在做 做的呢都是我们上一辈的人 其实中国面对的也一样 他们所以我们这一次起行呢 我们除了就是寻找这文化之外 我们也希望把每一个这个族群的 一些传承的工艺 希望他们呢可以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 因为老实说在中国里面可能看不到 我们觉得他们的文化 文化是非常的就是色彩丰富的 但是其实我们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没有年轻人在做 那比如说还有三千年的一个刺绣 每一个刺绣有不 它里面有百多种不同的这个手法 就是我们在访问的当额 那么有关的这场传承人说 其实是他自己在做 他自己免费就是叫这村里边的小姑娘 一起来做 其实真怀是等等的 也没有这种任何的东西 那他要的是什么 他就说因为很多这些小数民族 他们没有自己的这个怎么说 那个文字的一个传承 所以他们都是用口数 比如说一只蝴蝶代表的什么 一只羊代表的什么 其实每一个从这些动物或者图案当中都是先被给他们的一个指示或知识来的 所以他觉得如果不流传下去的话 也有人在懂了 因为现在的人都是 怎么说 如果我买一个娃娃的一个帽子 那我的帽子呢 其实很便宜嘛 对不对 套房大把的 对不对 可能几毛钱几块钱 可是他修一个可能要三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他坚持在做 因为他说很多中国的文化已经变成了旅游的一个文化 但是很多人看不到他其实每一个族群在自己做的一个族群的象征 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就 我就打算把整个启航放慢 因为以前启航的呈现方法其实都很热闹的 看到许多的人都在参与 可是这一次呢 我们就决定把它整个东西放慢下来 反正我们拍摄的题材 我可能会分成两集 因为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 每一样东西他们所付出的一个努力 所以当中我们也特别强调 其实传承人 我们希望带出的那个讯息 除了刚刚大家看到就是 新火相传之外 我们想说就是记忆其实是活着的 很多时候我们记忆可能就在我们脑海里边 或者是很多人都会遗忘 可能说现在你看 等待会唤醒的机会 对因为你拍照下来对不对 你可能可以翻开你的这个相簿看回照片 可是老实说现在大家有没有做没用的 大家都用iPhone啊 只会这个手机拍在里边 所以我们很想唤醒你已经失去的这个记忆 呼应他们两位所讲的就一个初心嘛 一个传承 那我们发现那个就纯粹的部分不见了 它可能会商业化或者因为旅游化而有改变 但是这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新旧交替的一个发展的脚步 这个也是在我们做拼送记忆的时候给我的另外一个感触 就是我去到沙拉越古境 不断的往外移嘛 所以他们很挣扎 他们希望说找到一个平衡点 也让我回想起每一次 以前我爸爸还在的时候我陪他回乡 那我爸爸的堂叔 那个堂兄弟我们叫堂叔 就会讲说现在常常被游客打扰 游客会觉得他们是观光景点 然后敲他们的门 然后走进去参观他们的老家 就真的很难平衡 但是你又不得不接受 因为呢他也很挣扎 如果没有旅游业 他的孩子也不会留下来在这里工作创业陪他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像新窑湾那群年轻人 他们希望说把新窑湾重新打造起来 那同时又保留纯樸的相情 能够找到这个平衡点的话 希望说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做到一点 起到一点点帮助 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一种新模式 是 而且在拼送记忆 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就是心仪 虽然我们三位都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可是其实我们一次面都没有见过 很神奇 我还是真的第一次 制作主持人说 这个节目有三位主持 我说那我们三位去主持 哦不是 你们都不会见到面 只会到接下来7月20号的时候 我们拍摄最后一集的一个回顾的时候 我们才会一起来见到面 所以就会觉得说 我们都会私底下来问一下 就见到面的时候问一下 对方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啊 拍摄辛苦不辛苦啊 那欣怡怡她自己也是有分享到 她就直接说 那辛苦都是交给你去做 你这种大动作的小男孩 因为刚好我遇到的主题都是要往外跑 不然就是要有很大的一些 很激烈的一些动作啊 比如说我们有访问 就是以前为我们马来西亚 征得金牌的我们的国家的女球选手 之类等等的一些题材 然后星亦他自己 他自己也是有说 他自己有说 拍摄的时候他有遇到一个失控的情况 他觉得这个东西是还蛮好笑的 比如说当我们去问一些老人家的时候 那他要分享记得是国庆日的嘛 国庆日的主题 然后那一位 那位老人家呢 他因为有太多的故事分享 变成他在讲历史 可是星亦又不好意思打断他 他就一直讲讲讲讲 从没有下雨下 讲到下雨下雨了 然后又继续讲讲讲 可是对他来说 他个人是觉得说 可能对这位老人家来说 有一个人可以听着他讲故事 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其实跟老人家沟通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因为除了他们 就是很多老一辈的 其实我们的中文非常的了得 老实说 然后当然他的口音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又不能太大声 可是你其实会很大声 因为他们听不了 所以这个每一次我面对的一个问题来讲 还有一个小趣事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 刚刚你们就问他有自己的这个方言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不懂的 然后比如说莲花 他们就会说梨发梨发 然后我们就看着明明那个图案是莲花 可是怎么说 可以就讲这个梨发呢 还是怎么怎么说 然后梨花梨花 然后我就以为我是错的了 从小到大 梨花和梨花我搞不懂 然后再去问另外一个导游 这个其实是莲花 比如说绿茶他们叫嗡茶 然后我就在节目里面讲红茶 然后回到来是露营的时候 你要再讲回绿茶 所以就是我们很混乱在整个状况 嗯嗯 所以都会 都会 我觉得就是很像 我们现在坐在这边 可能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 我们说这样子的语言 是 他们在那边说这样子的语言 可是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其实好像有很多 哈哈哈 也是有这样子的 是的 呀